有很多爸爸媽媽無意中無形中 被兒女綁下你自己不知道 他起床而不起床 是你叫他請他起床的請舉手 舉高一點 今天青少年問題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父母親在叫兒女的過程當中 無形中替孩子承擔太多不必要的責任 如果你要輕鬆愉快的話 很簡單不要當一個外人的爸爸媽媽 我一家看明天就會去買浪費了 起床殺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讓他可以培養住 讓他自己去負責任自己的事情 不要當萬能的父母 就是孩子該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讓孩子自己做 這樣子他才能夠真的學到自己的事情 是應該要自己完成的 我覺得做家長的就是要弄一個很樂觀 鼓勵的方式來教育孩子 然後對孩子的未來要有無限的期待 全台灣都在推閱讀 閱讀牽制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四字量 什麼叫四字量 您的小孩讀小學二年級 他應該認識兩百個字 結果他認識五百個字 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要鼓勵您的孩子閱讀 第二個叫做閱讀理解 什麼叫閱讀理解 敬佩莫座什麼意思 最後一點嘛對不對 金榜提名什麼意思 馬首是當什麼意思 這兩個部分 如果做好那是不得了 剛剛下長提了一個 願景是目前在做的 就是從小一開始學英文 而且雙語教學 這很好啊 在諾哥如果你我的兒語 不會英文呢 可能生命 他的發展剩二分之一啊 搞不好都不到二分之一耶 英文是全世界通用語言啊 各位就聊久了一遍嘛 那如果英文學不好 中文好好地學 其實全世界都要學中文耶 錢可以明天再賺 孩子的成長不能從來一遍 你一個月可以也許賺十幾二十萬 上台灣 孩子不到兩天就賣花花 那個三個說 孩子都上台大的 媽媽說的 孩子不是你笨 還是爸爸媽媽 媽媽還沒有想出更何的方法來教你 不過我今天在女生做成 提供孩子永遠的榜樣 希望孩子溫柔玩 也知道怎麼做好 希望孩子呢 自動自發喜歡讀書 知道怎麼做好 希望孩子呢 含情摸摸深情方法 不要動不動就像破破罵起來 我們家有一個國一的 現在正處於那個 青春期的時段 然後可能回去就是會慢慢開 開導他 然後 好好跟他溝通 溫柔一點就不要像個 破婦這樣子 一直罵小孩 父母聽給孩子最好的 鼻腸 就叫做良好的習慣 多叫做良好 voud可以說 最好的 我們在電話 開機 spécial 關門 會 我們在電話 在電話 中央 大家 我們在電話 都說 那個 在電話 我們在電話